是锦赛而祖父赛,中国女排的第三轮,很多人不看好中国女排,能够战胜美国女排,这是开场前的图片,而我个人就一直坚信中国女排,能够战胜美国女排的。 自2008年奥运会小组赛中国女排输给美国女排后,女排三大赛里中国女排,再也没有赠上过美国女排,即使是里约奥运会周期的三大赛,是锦赛,世界杯,奥运会,我们都是输给了美国女排。 请记住2018年10月10日的这场比赛,我们三比铃干净利落的战胜了美国女排,本场是锦赛的比赛,也是关系到中国女排能否进行更强的生死战。 还好我们有一位临场指挥一级棒的狼岛,赛前也为队员们做了详细的计划,首发依然是球迷口中的七仙女阵容。 朱婷,张长宁,丁霞,袁新月,龚翔宇,杰妮,自由人王孟杰,朱婷的强攻扣球虽然在本次世锦赛上被篮,被防袭来很多,对方也非常清楚地明白朱婷的扣球线路,但是朱婷自己也表示自己在球变,而且虽然被篮得多,但是依然达到了全队的最高分。 朱婷19分,32扣17中一篮一发,赛后对自己表现的评价是没脱扣腿,怎么这么情绪呢? 要不是最关键的第二局,最后最关键的一分,依靠朱婷的强光拿下第二局,后面还真不好说会发生什么呢? 中国女排目前坚定位置最强的人物,非龚翔宇莫属了,龚翔宇的状态也是渐入,家境。 从泰国女排到阿赛拜当女排再到美国女排,龚翔宇的扣球成功率一直非常高。 本场比赛龚翔宇贡献了14分,23扣11中三篮,而且龚翔宇还有一传和调整传球的能力,再加上老的能力,真的是接应位置最值得培养的人了,也是中国女排目前最强的接应了。 龚翔宇大出来了,就能分担朱婷进攻的压力了。 中国女排首发的两位复工,严妮和云新月,严妮拿到了11分,16口气中三篮一发,云新月拿到了8分,11口气中一篮。 这是中国女排两位最好的复工了,又有丰富的大赛经典,而且严妮在联赛里的北长城的称呼真不是盖的,狼真的是发挥的好。 本场比赛我记得严妮有个单人拦网,拦死了美国女排主攻守八旗的后宫扣球。 张长宁作为首发阵容里的,我想狼倒是看中了张长宁的全面和异传的能力。 确实,虽然张长宁的进攻没有领约奥运会时的状态,可能是由于他身体伤病的原因,但是本场比赛张长宁的异传保障得非常好。 中国女排小组赛一路跌跌撞撞打比赛,最大的问题就是异传,其实在进攻与篮网方面,我们并不差对手太多的。 张长宁有一传的能力,也有紧攻扣球的能力,本场比赛他拿到了八分,十三口其中一篮,中国女排的铁打主力二传,丁霞和首发自由人王梦杰,丁霞从小组赛打的复赛。 状态也是越来越好,前面女复工的传球配合不好,道线的进入交进,组织进攻,做得非常好,今天中国女排就是多点开花的局,除了攻守的扣球,功不可没的还有丁霞的传球。 本场比赛给我印象深的就是丁霞的防守,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女排二号位扣球的时候,丁霞在一号位的防守做得非常好, 多次防守祈求,为中国女排制造了防守打反击的机会。 最后,中国女排的领军人物,我们心中的排球女神,郎平指导,郎导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教练,尤其是当我们听到在暂停的时候,郎导给队员们往往都是鼓励, 而且与队员出战术的时候,也能准确的把握住对方的扣球线路和节奏,真的是对比赛的拿捏非常准。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,也听到队员们在扣球的时候,郎导也在场边大喊保护,这是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交手时的观众席,真的是非常多的观众。 在看直播的时候,也听到全场管中国球迷的呐喊声,非常大,这简直就是到了中国女排的主场作战了。 最后耐不住心里的激动,郁细怯之情,不得不再说一遍,让我们记住这些队员们,让我们记住2018年10月10日,这场精彩的比赛,中国女排3比0,一局外丢的情况下。 干净绿落战胜美国女排,结束三大赛十年连外的记录。